例如乾隆曾经给纪晓兰一张白纸 让他来宣读圣旨 当时纪晓兰看了之后 立马出了一身冷汗 差点吓尿 眼看齐宇的日子就要到了 乾隆皇帝内心非常的着急 此时他就想起了纪晓兰 所以就将宣读齐宇导文这个重任交给了纪晓兰 让这位大学士临场发挥 而他能够得到皇帝的重用 除了有深厚的文化功底之外 还有出口成章的迅速反应的能力 迅速为乾隆解围 他看着台阶前跪了一地的臣子 而乾隆皇帝也拿着香火站在那里 整个场面非常的安静严肃 就等着他来开口宣读齐宇导文 其实不然 当时乾隆皇帝看到这天下大汉 为了以表自己的诚意 就决定亲自来写 但是纪晓兰看到这张白纸 心里也明白 这肯定是乾隆皇帝故意让他来宣读的 来帮他将这件事给缘过去 纪晓兰集中生智说的这篇 齐宇诏书非常的得体 乾隆皇帝听后非常的满意 众人也交口称赞 例如在乾隆55年的时候 当时天地大汗 庄稼都汗死了 当时仪式非常的庄重严肃 理官依照规矩 高声唱礼 乾隆和臣子依照规矩行礼 当然皇帝也是喜怒无常的 曾经乾隆就问一个大臣 你何以老而不死